欸 肉 你在幹嘛 要開播了 開播了 你幹嘛 穿這服裝 今天是洋帆啊 你在辦洋帆就對了是不是 分手擂台那個洋帆是不是 阿怎麼辦 你現在幹嘛要滑手機 因為我現在在看 賺年鐘啊 我要賺年鐘 喔 洋帆要賺年鐘 欸該不會是什麼 大船出港 韓英谷要洋帆了吧 洋帆了 洋帆了 疫情2.0的行情喔 我們最近的梗東 蠻奇怪的喔 利基聯電集團 沒有利 集團作戰 Part 2啊 自己連中自己賺 甚至爬完好多標股喔 集團作戰股 Part 2 會告訴你更多標股 還有韓英股的未來怎麼看喔 一定要看我們節目喔 粉粉QA 小教室 哇 這是我們新單元 它會有什麼呢 可可 沒錯 如果各位投資朋友呢 是對於投資策略 投資心法 或者是你對技術分跡 還是股票未來的操作方向 還是你對個股有任何的疑問 都可以在我們影片下方做留言 留言可以幹嘛呢 因為我們會不定期的挑選 精選問題 特別開這個 福粉QA 小教室的單元 幫你解答 所以一定要鎖定我們的頻道喔 謝謝大家 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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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樂意 我主持人哲哲郭中 嘿 來看一下 利基聯電集團沒力了啦 真的嗎 怎麼辦 集團作戰 Part 2 欸 今年年中自己賺 好不好 上次集團作戰股蠻強的 今天還有Part 2喔 重點是疫情怎樣 2.0的行情 大船出港 洋飯喔 我們請教三位來賓 帥哥好不好 在此之前我們先來吃一下 今天是什麼 今天是 異國美食展 本週都是這樣子喔 都最好吃 欸 你們不知道其實 益蘭拉麵有 有Uber Eats可以叫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今天叫益蘭拉麵 外帶 疫情之前它是不准外帶 你知道嗎 它是不准外送的 現在可以耶 我吃一下 它這個肉 臀骨叉招的肉 它肉真的不錯吃 嗯 它的臀骨跟它不准吃 對 再吃一下 啊 嗯 很好吃喔 大概有益蘭拉麵 吃 好 我們來看看來賓吃的感覺如何 首先第一位來賓 何姬鼎分析師 姬鼎哥好 來 姬鼎哥 來 大家好 我是G力老師 我真的太感動了 來福利社真的是好吃 欸 益蘭拉麵 現場要排四到三個小時 我每次去都要等 大家三個小時 沒騙你 我們又有得吃又有得玩 對不對 還教大家怎麼賺錢 根本就一次滿足大家三個願望 是 最重要的是還有什麼 你看不到金城武 在我們這邊還有金城武可以看 喔 在哪裡 在哪裡啊 金城武 今天有出現啊 我才乾吃東西不要讓我吐 你就好不好吃 好吃啊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很香耶 你就很香 可是我覺得它好像沒有辣的喔 因為肉 後外帶可以叫辣的 可以叫辣 肉體比較體貼 怕我們那個喉嚨鎖住了 不過它辣其實滿好吃的好不好 而且第二位 我們很久 很少會直接主動吃東西的 三次泰國蝦餅 泰國一蘭蝦餅 你們吃那麼快的 就是我們的 來 江國中分析師 山楊哥好 突然間我的金池不見了 金池不見了 這個我獻出了台灣的第一次 這是我在台灣第一次吃一蘭拉麵 真的喔 難怪你會講吃 之前都在日本吃嘛 肉 哇這個 它肉真的跟一般的肉不太一樣 超級大塊 你可以吃看看 現在你吃沒關係 真的 它其實真的滿好吃的 我真的 真的我現在變得好忙喔 很忙對不對 還要直播 現在都要新才藝 好 那現在我們第三位來賓 陳薇泰分析師 薇泰哥好 嗨大家好 我回想我第一次吃一蘭拉麵 是在三晶半夜去吃 三晶半夜 在日本的時候對不對 是嗎 其實台灣也有 喔台灣 對 宵夜時段也有 它那個晚上其實人比較少 不過還是要排一個小時 真的太誇張 所以竟然會在這個時間吃到一蘭拉麵 眼淚快掉下來了 很幸福耶 真的 但是感覺還是現場吃最好吃啦 現場吃比較好吃 我大概只有七成而已 真的啦 有點冷掉了 把點湯送過來 可是湯是原地之壽的是不是 對 它是生麵啦 然後自己在微波 自己在微波是不是 吃起來大概七成啦 比一般拉麵好吃啦 可是還是現場 比一般泡麵好吃 不過還是現場吃比較好吃 然後記得要加辣 不加辣很可惜 好不好 這禮拜都是怎樣 美食粥好不好 我們到時候會跟你講 異國美食粥 看一下這畫面 異國美食粥 所以我們都有喔 大家好跟大家講吃看看好不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通緝通緝 桌麗中獎 未領取的這些名單 是 肉依你有沒有那個 那個可以拿一下桌麗嗎 好 已經出現了 已經出現了 好沒關係 像來賓也都有 我們來請大家看一下 燈燈燈燈燈燈 欸真的很可愛耶 so cute 來來來來我們這邊給他放大 欸真的 你看到有點反觀 這邊燈燈 欸你看都有跟你講時間喔 很棒喔 反觀太嚴重了 真的很可愛啦 我跟你講 比我想像中可愛 比我想像中還可愛 我跟你講每天日期 沒關係 剛好給給你 畫面給他好 可以放大好了 對 你看 這大小剛剛好 這大小剛剛好 都在桌上不會開看空間 你可以給他拆一下有沒有 那個套子剛剛好 給他看 各個來賓都有 所以這個都不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慢慢拆 我們先來看這幾個人 對 中獎未離取的名單 對 這幾個人趕快來喔 那請在12月15號之前 資訊我們的臉書粉專 商標QR Code 在嘖嘖這邊 商標QR Code 就可以連結到我們資訊的粉專 是 不然到時候12月15號之前 我們就要給別人喔 因為很多人要喔 跟你講喔 是不是你下面可以留言跟你講喔 好 這個好不好 你看他的什麼結算日期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可以看一下 還有維泰哥在裡面 維泰哥在裡面 看到自己 這個是二月的嗎 二月的 過年啦 充滿了喜氣 祝大家恭喜發財 好 恭喜發財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桌力滿特別的 你看我們福利社 有的吃有的拿多好 吃是我們吃啦 不好意思 好 你可以訂喔 反正我告訴你 介紹一些美食 來 看下一個 福利社先解盤 解盤解盤 來 跌八點 大盤跌八點 怎麼看這款式 我們來請教三階分析 來 其實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我覺得台股是正在打一個 W底的形態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 W底的形態 在突破景線之後呢 它會稍微震盪回撤景線 那時候震盪回撤景線的時候 現在的景線位置大概是17500點 那時候回撤大家很擔心嘛 可是你又發現 跌下來之後馬上拉回來 它完全符合葛安幣800頭的一個假跌破 所以我認為 它向下跌破之後馬上拉回來 就代表說台股走勢是相對強勁的 而且我們從新台幣的走勢看起來 我們新台幣好強喔 那代表說外資根本一直在回流 就是要買台股 所以我覺得台股後續是會繼續走強 然後繼續照著W底的形態 我認為目標價格是上化 上看是18500點 所以指數是天多 大家不用擔心 好 這跟大家講 將軍怎麼解讀 好的 我的看法跟距離老師差不多 我也是認為18034是避過的 那目前因為月季線 還有這個半年線 年線都已經站上了 那可惜是說畫面上所呈現的 這個季線呢 還沒有正式的穿越半年線 那預估是7天過後 季線開始扣低 扣低值的關係 會快速的翻揚 12天過後 翻揚的速度會更快喔 因為它會扣到1616那個最低點 也就是說 7到12天過後呢 我們將有可能看到台北股市的長均線 出現了大多頭排列的訊號 所以我認為18034遲早都會過的 好 18034遲早都會過的 這跟大家講 好我們就這樣 要開始扣低了 這個都蠻特別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 來 善貴指數 漲0.19 看出來好像今天 好像外資應該小幅度買賣超越 可是好像不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喔 外資賣到78億喔 這個看起來 三大百萬塊賣超 畢竟美股稍微弱勢一點點吧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可是外資其實近期內還是 稍微 近五日還是稍微買比較多 一點點啦 可是台股還是很強勢 台股算亞洲股是最強的 好 來我們肉依來看這些新聞 來 好 第一季店今天是重新掛牌上市 是 滅黑行情深受市場關注 等一下我們也會來討論 是 好那再來美西雙港新規定 海運新夢夜 好就是說他說要提前要通報報到時間 對 每到這個時間的時候也被叫號 你沒到沒有準備叫這個號 你不准進來 是 很多都被迫降服 那其實你是要塞在外面而已啊 對不對 還不是一樣意思 好來 然後再來鴻海營雙重返6000億大關 對 好 還有台積電沖3奈米的先進製程 供應鏈也開始動起來囉 對 好 還有目前美國FED轉音派 那縮減恐慌升高 升高耶 還有輪到升息三次的耶 是 而且像最新的FED Watch 其實數據喔 5月份升息機率快要達一半喔 一半以上 大概一半這附近喔 是 上禮拜還不是 上禮拜四禮拜五開始這樣子 對 是禮拜五開始 所以這是最新的數據 所以可能5月就最快升息了 是 比大家預期來還快喔 還要再提前 本來是6月 對 變成5月 好 那再來世界衛生組織說 Omicron尚未通報死亡病例 最近有早期的一個數據報告 其實 研究報告說 欸這個好像其實 傳染率很強 但是致死率 蠻低的 數據的人數也算低喔 會不會流感的話 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流感的話那真的很棒 好不好 我們來看 那在接下來這個 11月29號的時候 謝謝姜姜哥 那時候提醒大家 元金嘛 元金 哇塞 我們看一下元金 有時候說11月的營收會比10月的還要高 是是是 今天公佈的是8.77億 好漂亮 然後超人歷史新高 成長幅度131% 哇厲害 訊息是蠻正確的 我繼續再努力 好謝謝姜姜哥的爆料 好謝謝姜姜哥的爆料 營收其實都不錯喔 都提早爆料 所以很多人想要看姜姜 姜姜兄的那個姜哥的什麼 姜姜的爆料 是很棒的好不好 獨家爆料 我們來看 好那再來 今天我最天六檔股票 六檔股票 那我們先請姜姜哥 剛好聯電又利基電又世界 最近幾檔股票 最近很夯嘛 是啊 怎麼看我們點營就知道 大家有沒有想知道聯電怎麼看的 好來 好我先講一下聯電 我覺得利基電的上市 我覺得是有機會帶動整個半導體族群 重回資金的一個青睞 所以呢 我覺得半導體族群 大家可以看到 晶圓代工最近其實表現都不錯 因為5G啊 還有一些AI啊 人工智慧 其實晶片黃都沒有解啊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12吋跟8吋的一個晶圓代工 其實都還是蠻窄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利基電今天上市了 其實我覺得 聯電的股價相對來講 是比較委屈的 我們可以看到 聯電其實他第三季 他是賺1.43的 那相較於利基電 只有賺1.3 利基電的股價有75點多耶 那現在的聯電呢 聯電是不是只有67.3 那相對來講 是不是股價是很委屈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後續他可能會有一個 補漲的一個行情 我們可以看到 他突破了65塊之後 他持續震盪在65塊附近 之間一個區間震盪 短期內我覺得 還是蠻有機會向上突破的 但我要在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聯電他畢竟還是一個全值股 全值股追高 你通常來講很容易就是回檔 你一追他就回檔 當你要出掉 他可能就長起來 所以我建議 大家如果要投資聯電的話 穩定一點 震盪不跌 再進場投資 好 在光照的部分 一樣我剛剛講 因為利基電的一個效益之下 可以就是抬高 就是資金對於半導體相關類股的一些 就是青睞 所以呢我覺得光照的部分 因為晶圓代工持續的滿載 那他們就會把他們的一些成熟自存 委外出去給光照廠去做 那自己只保留一個先進製成的部分 所以這個趨勢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那其實光照競爭者是很少 所以他持續調漲那個光照的一個報價 今天已經漲了大概10%到30%了 那未來呢 晶片是持續的就是一個代工 晶片的需求是持續的高漲 所以呢我認為他調漲的價格會持續的繼續下去 所以帶動他的營收獲利持續的再創新高 我們可以看到 他股價回撤100塊之後 有很明顯的一個拉抬味道 有沒有 剛好就在月線之上 所以呢我覺得啦 在月線附近如果震盪 如果還有一次回100塊的話 真的大家要感謝天啊 就給大家一個進場的機會 所以你覺得這邊是有機會 可能不會回撤就直接噴了 對啊 蠻有機會的 就直接噴出去 好 來跟大家講 槍槍 我今天帶來兩檔的 分別是鼎圓跟瑞玉 好 這兩檔有個特色是 上個禮拜大股東的籌碼 哇 出現蠻大的正 大股東喔 對 正向的變化 待會各位講這詳細的數字 好 2426的鼎圓呢 他是一個感測圓間的大廠 穿戴裝置跟車幼 是明年發展的主軸了 那公司也跳出來講了 這ARVR他們絕對不會錯過 等一下喔 製作單位看會不會改成大股東的 大股東還是說大戶人數 大股東 沒關係 大戶人數也可以啦 我講的大股東就是大戶人數 大戶人數 好 增加了 沒關係 你繼續說 好 這個 對 然後呢 公司也自己他出來講說 這個ARVR的部分 他是絕對不會錯過的 因為滿認同這個 產業的趨勢發展 那上個禮拜的籌碼變化是說 上上個禮拜呢 是大股東持有大戶籌碼呢 持有11萬7千張 那上個禮拜增加到12萬2千張 增加的幅度有4945張 他今天是突破整個月台的 相形的頂端 第一天 依舊我這個型態的觀察而言 我會把它視為波段起工的第一天 這是籌碼非常大的優勢的股票 242的頂元 那第二檔是2379的瑞育 瑞育是國內唯二兩家的以太網路的大廠 第一家是3169 這是雅信 他是聯發科的子公司 今天股價也創下歷史新高 那2379的瑞育呢 整個目前來看的話是說 因為明年的Wi-Fi的規格提升 其實從Wi-Fi5到提升到Wi-Fi6 他的光價差高達50% 這是法人非常關注的一點 他在車用以太網路的部分呢 能見度已經規劃到 2025年的新車的車款 也就是說他的車上趨勢 是完全都蠻正向的 那整個上個禮拜的籌碼 是這個樣子說 瑞育他會比較高價 上週每天的平均日成交金額 日成交的張數只有1958張 但是上個禮拜大股東大戶的持股 超過400張以上的呢 從377000張增加到379000張 上個禮拜一整個禮拜呢 增加了1976張 大股東大戶吃貨還蠻明顯 今天KM的形態呢 在這個月季線黃金交叉之後 前高也是突破第一天 所以跟剛才的頂月一樣 都是整理的一段時間過後呢 突破的第一天 所以這兩張股票 今天的低點 都可以視為短線很好的防守點 我不看還好 我不知道瑞育已經最近穿新高了 我以為今天股市很無聊 對 謝謝江江兄 告訴我們這些東西 對到580元 這個穿進行新高 接下來是 大家想要 世界想要矚目的 整個全世界都想要矚目的 立基電善事貴了 善事嘛 是善事嘛對不對 還善貴 善事嘛對不對 對 來世界跟立基電 老師 好 好 最近新聞一直在報導 這立基電啊 就有人開玩笑說 這個立基電的自救會 變成立基電同樂會 對 而且我曾經有 我有個朋友 他之前就很早很早就買立基 然後都忘記了 然後突然有一天發現說 它的 有一些立基的一個持股 然後現在就換成立基電 非常非常開心 對 有點清水煸雞湯的味道 好 但是我可能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其實股票市場裡面 洗心不一定厭舊 為什麼 因為其實就立基電來講 它對於目前的市場來講 算是比較有新鮮的話題 有新的話題 大家會容易去做一個追高動作 可是如果說就中場性來看 我們發現到 就EPS來講 剛才其實那個 基電老師有提到說 目前看起來 聯電它EPS 其實是略略勝過於立基電的部分 對 但是如果說就籌碼面來看 因為立基電剛剛掛白上市 所以它的籌碼集中度來講 應該會優於聯電 所以我認為說 以目前來看 這個立基電跟聯電 在整個這個籌碼面 跟EPS 確實是有一點 這種所謂互有高低的動作 那我們看一下 在立基電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K線來看 想說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可以發現到 它在這個沒有掛牌之前 在這個新貴過程當中 它曾經最高價格是90塊錢 的一個高價 那目前今天收盤價是75.9 所以如果說這邊要持續往上 就是走高的話 我想特別觀察到 在前波高點的一個賣壓 會不會陸續的出龍 90元一下 前波高點賣壓 好90元的時候 這附近有賣壓 注意一下 我現在已經75塊 你先看90元 因為其實它在90塊錢 那個地方的一個大量 目前還沒有看到 換句話之前在那邊套牢的人 電單還是乖乖的坐在車上 那時候講實際 我知道台積電 670元 679元的時候事情 對 還沒有破的前波高點 聯電的高點是 是在前幾個月而已 72塊 好不好 所以看一下台積電看 這是互相的 台積電可會帶動立基電 立基電又跟聯電的比較效應 好不好 但也有網友說 就是除了聯電之外 它也覺得會跟世界先進會有比較效應 好 我們來看一下世界先進 好 世界先進呢 今天的一個這個股價 其實算是先摔後拉 為什麼 因為其實早上其實沒有什麼表現 不過呢 隨著這個立基電往上做衝高 都不回來情況之下 那個世界先進 也往上去做一個跟進的動作 那整理家過來看 我個人認為其實世界先進 它現階段 還是要觀察到法人 因為其實在前波段的一個走高 主要是因為法人去做一個買超 可是最近呢 法人的一個買超的一個力道 沒有過去這麼樣的強勢 所以我覺得它會往上漲 可是呢 漲的一個力道 可能不會比過去來的還要這麼強勢 好 這是世界立基電跟聯電 我每天要再問一下 是 這三檔股票你選誰 好 如果是我的話 轉線上面應該會是選立基電 是 好 那將將呢 這三檔股票 我今天上福利社以來 第一次向右傾斜 可是我選的 不是我自己講的 頂元跟瑞育 我也是選這個6770的立基電 主要是因為整個它的產業未來發展的 大部分的合約都是兩年的合約 兩年的長約 就是說它的獲利是獲得保障的 是 其實這一次的立基電重新出發呢 我覺得 我認為它的野性氣流性是很大的 它對著不只是那個第三代半導體 它現在已經開始著眼在第四代半導體 就是說它的長線的規劃的眼光 確實是滿長的 我認為長線甚至有機會挑戰三位 好像在苗栗那邊設廠 好像在苗栗那邊設廠 對 不好意思 好像是苗栗要設廠 它是三四櫃就是要擴產 對 他說缺錢我就要擴產 這次要擴產 這次要擴產 這次要營收啦 好不好 所以真的 將將之前都不 不投別的分析師 不投別來賓的票 這是特別投立基電 三選一選 那好不好 現在你三檔股票 你六檔股票你選出哪一檔 然後還有 你聯電立基電世界你選哪一檔 他選立基電嗎 我是說想要問那個基林 不知道什麼 好 那個我會選光照啦 因為最近的話 資金的題材 我覺得都在半導體上面 那你如果要做那個聯電的話 我覺得短線上來講 可能會震盪震盪在走高 我怕有些人會不耐震 所以我見了光照的話 他有一次說他衝上去的時候 他會比較快 好 那聯電跟立基電世界呢 聯電立基電跟世界要三選一 對 聯電立基電跟世界的話 世界吧 好 世界 為什麼 馬力比較高 因為他的通常來講 過去來講 他標起來的時候會比較容易 就股性的問題 好 股性的問題 好 股性問題 這邊要說要參考一下 大家看法的不同 我聯電立基電世界 聯電沒有人投 我投一票好了好不好 好 這跟大家講齁 其實我最貼最熱門的股票 這跟分錢給大家 來看下個單元 來了來了 財經大頭條 來來 基底 我們再請基底哥 基底庵作戰股 Oh Part 2 來了 你這個都偏心喔 只有華興集團就對了 是不是 對 我就是這麼偏心 因為上次講華興集團 有沒有發現上次講的幾乎都上漲了耶 所以我覺得華興集團真的是蠻會做上的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交加有哪一些類股 它占比是有多少 因為其實我們為什麼比較少講威盛 其實威盛集團已經漲很多了 對 其實大家都知道什麼洪達電 威盛 建達 其實都很飆 好 我們來看下一張部分 為什麼集團都要拉高自己的股價在年底的時候 為什麼 第一個 它提升自己公司的市值跟價值嘛 你看它股價提高 它進值一定會提高的嘛 對不對 所以整體來講它的市值就會提高了 好 再來就是美化財報 有時候我們知道 在損益表裡頭有一塊叫做業外收入 如果說呢集團是把它下面的子公司當成就是一個短期投資的話 它可以任列短期投資的收入當成一個業外的收入 就可以增加它的一個損益表 就是它的那個獲利能力就會看到它 就是逐漸的提升 因為你看一下業外收入提升了 它的獲利就會提升嘛 對不對 所以在損益表這一塊來講就會比較漂亮一點點 再來就是增加金融的壽性能度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好像聯準會都要升息升息升息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聯準會在升息 現在要升息很多公司都開始要拼命的借錢啊 因為利率很低啊 他們要趁這個利率低的時候要趕快想辦法去借錢 那我們公司要借錢的話就關心到自己 就是股票的價值 如果你股票的價值提高很多 這就像房貸一樣 你的房子漲了 你是不是可以增加你的一個借款 對不對 所以呢你的房子如果下跌 你可能還要還款 所以他可以如果說把那個公司的價值提高的話 他可以增加他受信的額度 就可以多去借錢 趁現在低利率的時候趕快借 再來就是可以增加投資股票的一個信心 股東的信心 有信心之後股東就會持續的買單 就可以帶動股價持續的向上 我覺得各種好處都有 我們看下一張的部分 一定要作戰 很多集團想要作戰 對 比較這麼多優點 好不好 這跟大家來看一下 對 怎麼會不給我一個VCR 我都好想跳一下 都不讓我跳一下 我每次看 在下面看你們跳一下 我都很想跳一下 1 2 3 跳 欸 耶 沒有VCR 好繼續 怎麼這樣沒有VCR 好我們上次講過 你看新唐 其實我們那時候講的時候 還沒有突破喔 現在都已經突破向上了 連勇今天已經突破500塊 都是蠻強勢的 威豐電子的威盛集團 我們上次也講過 威盛集團 下跌震盪之後 慢慢慢慢又要再走高 那華邦店呢 其實從我們講開始 一直都是向上的 是嗎 看一下華邦店走勢喔 來 我們從 我們 12月已經好 我們這12月 就是11月底就講了啦 對對 在這邊講的 對啊 緩步向上啦 緩步向上 你會漲很多 可是真的有向上啦 對 這樣子你才敢買嘛 我們如果講太激進的 誰敢買 我也是替大家著想嘛 好 好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下一張的部分 來我們以集團做賬股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 來 如果說你是焦幼痕 你會把你自己的名字全部都買 華興科 信商店 金城科跟金星嗎 不可能 你一定是交叉持股的嘛 對不對 所以既然是交叉持股的話 只要有一檔漲是不是連帶其他都有好處 因為他們一定是錯綜複雜 互相交叉 金星漲了 也許金城科有持有金星的股票嘛 那金星漲了金城科的價值不就提高了 那金城科價值提高之後 可能又會帶動他的股價繼續向上漲啊 那金城科向上漲的話 也許信商店華興科跟漢宇博也持有什麼 金城科的股票 那是不是跟著他的價值又提高了 是 對 所以你看一下 這個集團他都有錯綜複雜的一個持股的關係 所以我們說 比如說你拉台金星了以後 就有可能是金城科跟漢宇博是一起受惠的 所以我們這個表格 這個表格真的整理得非常用心 我們這時候他會真的得整理得非常 你看一下 我們連什麼 交右軍他持有多少比例 就是整合起來大概持有多少 華邦電 新唐 你看22% 51%都幫你整理出來 所以這張圖如果說你要想到 如果說核心漲起來了 也許你就可以觀察到 金 彩金是不是可以買了 比如說你看到核心漲起來 你就可以去找 彩金是不是就可以連帶受惠 所以我會跟大家講一下 集團做帳股實力的話 你可以去 關心一下 各產業 他各個的一個持股的部分 集中在哪裡 大家就可以去觀察 我們看下一張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還有哪一些 會有集團作帳的行情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建達的部分 建達 上週漲幅真的很可怕 上週漲幅就漲了20.3 建達出怪招 建達出奇蛋 沒事 對 好吃興奇又好玩 我剛剛講過了 你有沒有 一次滿足你三個 我也是想到這個廣告 都是同年紀的 肉依也聽過 有啊 那就好 所以說代表我們還不是很老 有啊 剛剛開頭就有講 剛剛就有講 剛剛差點就想說 我在爆股票嗎 對 好 那威盛舉人 大家已經覺得很奇怪 欸 為什麼只有5% 長成這樣 其實因為 他的股本比較小 他只有8億左右 他8億左右 股本比較小 所以很容易拉抬 所以他只有5% 他就可以幫他拉很高了 好 建達8億股本嗎 其他股票呢 來 其他的話我們就是這麼偏心 我們就是大興大興 就是專門找華興集團 因為華興集團他們的持股 是錯綜複雜的 所以比較容易互相去做一個拉抬 所以我幫大家挑了 金星 金城科跟彩晶的部分 這幾檔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雖然說最近漲幅沒有很大 但是呢 也許慢慢慢慢 他正在緩步墊高當中 因為到12月底還有一段時間 趁這個時間震盪不跌 所以你看起來你比較喜歡華興集團 就做這樣 但是我們做個比較圖嘛 華興跟威盛 去年是威盛會作戰嗎 是不是 華興也蠻厲害的 對 華興 因為今年威盛已經漲到 我懂的意思 去年威盛也會漲 可是現在今年威盛已經先漲了 對 今年威盛已經 你那是威風啊 是不是 還是什麼 那個 威風 建達 建達 威風 還有威盛 宏達電 都漲這一波了 都已經漲翻了 都已經漲翻了 所以既然都已經漲翻了 我覺得也許後續效益 沒有那麼大 所以幫大家找比較少 就是威盛集團的 那比較主要 華興集團還有很多沒有漲的 我們去找沒有漲的 給介紹給大家 對 好 下一張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金星的部分 它其實主要是做PCBA 就是PCB的一個組裝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它蠻厲害的 它的電源管理系統 已經到達到哪裡去了 達到 不是達到宇宙 是達到寧德時代了 沒有達到宇宙 達到寧德時代的話 大家看到它 整個寧德時代的營收 在它公司占比的營收 已經到40% 那10月份的營收 是持續的月增11% 我覺得月增11% 真的很厲害 寧德時代那個股票標翻的 對啊 寧德時代很標啊 對 因為電動車的需求很大 我們知道電動車現在路上看到 越來越多的電動車 電動車是絕對是一個大趨勢 那既然要做電動車的話 一定要有電池 那每一家廠商都要做電動車的話 電池的需求就會很大 所以我覺得金星打到這一塊 對它營收來講 是非常的穩定的一塊 好 再來技術面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 又可以教學的部分 這叫做換手嘛 雖然說我們這邊看到 感覺好像沒有那麼大的量 但是在當下它的量算是蠻大的 大量收低有一個長的上影線 長了上影線之後 我之前跟大家講 如果要換手成功的話 它要在三天之內收復高點 你看一二三三天 是不是就是應該收盤價 是收在相對的高點 收在相對的高點之後呢 它一二三又繼續的創新高 所以呢這叫做一個換手成功 它既然換手成功的話 後續呢就有機會持續的向上墊高 所以我覺得這檔股票在短線上 也是蠻有機會 而且量能是慢慢的逐步的在放大中 而且量能比過去來講都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金星科 大家在短線上可以去注意一下 我們可以下一個 好再來下一個就是金城科 它是PCB的廠商啊 那最近其實NB的訂單有續牆 因為現在疫情又起來 好像他又只能 待在家裡買一些消費性電子產品嘛 加上他也有打入車用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營收獲利是持續的創新高 那我們可以看到 他今年的EPS啊 是到5.5塊 5.5塊 他現在股價才37 38塊 你不覺得有點太委屈 對不對 本益比只有7倍 本益比7倍我們想想 台股的本益比一般都在 應該是有些業外吧 是不是 沒有他分業內 都他們都業內喔 對對對 他本益比只有7倍的話 7倍的話我們想 台股本益比一般都在12到20倍 我們要求不要太多 10倍就好好不好 10倍OK啦 所以5.5乘以10 55耶 還有快是5成的漲幅了耶 對啊 所以他目標價至少可以看到50塊 那最近來講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股價就是一個 橫盤子 目標參考啦 這不是目標價的意思啦 對齁 我說用基本面去判斷 目標價的話是5.5乘以10 對對對 一般來講 那我們只是說低估一下 你目標價可以放在 比如說50塊 如果上不去你就把它出了 老師剛才那個什麼目標55元 不是真的不是我們目標50元啦 不是目標價的意思啦 是說如果就EPS來說的話 如果是10倍本益比 可能就是50 55 不過大家參考一下 風險還是要注意一下 對 好那我們可以看到 10月營收是持續向上 如果我們從技術面去看的話 他就是一個橫盤整理 整理很久了 那如果我們要仔細去看一下線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又是一個成新型態 跳空下跌以後 馬上又跳空向上 所以我覺得在這附近 是有一個明顯的一個支撐的味道 而且剛好這又是月線 所以月線是很明顯有手的 所以如果說最近如果又回測到月線 如果都不跌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附近的一個價位 對 好在彩晶的部分我們都知道 面板嘛 面板前一陣子就外資一直唱衰 面板價格一直跌跌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其實 友達跟群創都慢慢起來了嘛 既然友達跟群創慢慢起來的話 其實彩晶說不定也是蠻有機會的 那前一陣子因為他的一個單價下滑 就是所謂的面板爆價在下滑 跌了27% 所以他毛利率也滑落到27% 那11月5號他已經開始實施了一個庫長股 而且他們庫長股真的蠻有誠意的喔 11月5號說要做到年底 那他預計要買回10萬張 現在呢已經多少了 大概買了4萬了 3萬9 我覺得是蠻有誠意 一個月買了4成 那你就說再剩一個月 他會把它買到滿的機率是蠻高的嘛 那搭配季底作帳行群 我覺得這個後續是蠻有機會 持續的買下去 買下去就有可能會帶動股價持續的向上 而且呢 他們的那個最新的一個公告就說 其實平板 因為他們主要是一個平板 平板的部分 平板的面板部分 需求已經慢慢回來了 那既然需求慢慢回來的話 我覺得營收已經落底了 大家不要太擔心 那如果你要從技術線型去看的話 月線已經正式穿越了季線 那穿越了季線之後呢 他回測也是在月線附近做一個震盪 所以預期啊 他會在15塊到16塊之間做個區間震盪 如果震盪不跌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可以參考 比如說像友達群創都已經慢慢回穩了 所以我覺得彩晶這個部分 也蠻有機會向上的 所以來建達出擊彈 建達出擊彈 他最主要就是做通路商 他現在通路是有6000個 6000個通路 那其實就是 最主要就是元宇宙發酵 元宇宙發酵之後 其實我有看到外資是持續的買超 那Q3他的EPS是0.18倍 他年增3.6倍啊 Q3 EPS0.18 對 0.18 雖然說大家覺得好像很少 但是我們要看的是年增嘛 他跟去年同期比起來是增加了3.6倍 那10月的營收也是維持在相對的高漲 那股票就是 看起來就是真的非常的強勢 強勢噴上去之後 整理回測月線 立刻繼續向上噴 再創新高 這幾天震盪不跌 我覺得都是蠻有機會繼續向上漲的 好 這市場股票你選哪一檔 金星 那我選財經好了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面盤今天不錯的 尤其今天友達 其實有拉尾盤 如果友達 我想選友達 不過現在友達集團已經沒什麼作戰了 所以你一定要選年底集團作戰 拿兩檔集團作一作 就是你說的威盛跟 華興集團 這我們都做過研究的 來我們來請一下 好的這市場來看的話 其實線型都是多頭沒有問題 那我就籌碼的角度 因為剛好有去研究到 8183的金星 過去三週 400張大戶是 增加了5898張 他的籌碼是最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金星的大戶好不好 所以我選這個8183的金星 真的耶 金星你真的很認真耶 前陣子還50%不到耶 現在大戶增加很多耶 對 剛好路過 而且金星你剛才講什麼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寧德時代是他 對 寧德時代 寧德時代 你不講還好 可以看寧德時代的股價 寧德時代從9月份 是這處齁 不會471到現在692 再拉遠一點點 寧德時代我看對不對 好 才有沒有去年 沒有沒有沒有 從2021年就好了 有沒有看到 從這個4月份280 長到692 長兩倍多 哇 所以你看金星這不錯 站著我想投金星一票 大戶指標蠻重要的 好金星 就金星一票 我要改投好不好 好 那文財老師 我喜歡6191的金城科 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他的本益比相對偏低 所以我說在月底之前要漲 你剛才說好像7.5倍而已嘛對不對 對 應該是有個補漲機會 不錯 你金星 金城科 彩晶 基本面都不錯耶 對 而且這樣告訴我們大戶指標 大戶增加 剛才前幾個禮拜還才持股不到50% 現在大戶持股到55%了 謝謝大家 你看我們節目好精采 大家很獨家一些東西 是啊 對照的林德時代 他已經營收佔比 已經高達一半以上了 這個是很誇張的比例好不好 來跟大家 所以金城堂作戰股 今年營收自己賺 這個不重要 這個很重要 重要是下一趴 來 是田田圈 幫你圈 來來來 將將 大家很期待喔 今天幫各位帶來的主題是 最近那個航運股在漲對不對 可是7月之後 有散戶受傷過對不對 有點又愛又恨 是怎麼辦 然後會擔心 來真的來假的 又擔心又受怕 對跟各位做一個完整的分析 好 然後還有技術的教學 好 很快 疫情2.0的行情呢 大船能夠再次的出港揚帆嗎 待會跟各位講這個無檔股票的 技術先行的形態差距的有多大 好 OK 來 這是獲利 應該是航運股的獲利先行指標 對不對 上海出口集裝箱指數 哇 上個禮拜創下了歷史新高 就是說 這是一個航運未來一兩個月 或者是未來今年的Q4 整個獲利的營收的先行指標 這時候是報價是比較冷清的時候 對 可是這個時候竟然能夠在淡季 傳統的淡季裡面 能夠創下歷史新高 這個是蠻大的一個訊號 那最主要的是下一章 我們來跟各位講 航運能不能帶來一個新的一波行情 它的利多不是只有單一個點 我們幫各位整理 有四個利多 第一個 新的變種病毒 提高了市場對供應員的憂慮 變成搶倉的大戰 以觸即發了 所以這是一個利多 第二個 第二個 東南亞的部分Q3 因為疫情停工 中國斷電曾經停工 讓Q4的工廠持續復工之後 追趕定竿的速度 也變成加快了 也是一個利多 追趕定竿變成大家都搶出貨 是的 第三個是懼怕 今天一些新聞有沒有講的沸沸揚揚 對不對 懼怕美西港碼頭罷工有沒有 零售商 渴望是提前的搶運 美國人很喜歡罷工 美國大聯盟現在也罷工了 對 這個也是一個利多 第四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RCEP 在明年的2022年1月1號要生效 這個待會兒我們會做一個專門的圖卡 跟各位講 有利推升整個亞洲區 亞太區 進口的數量 所以這個四個利多 對航運股的基本面 這也是有紮實的加分效果 另外一個來個每日一字教學好了 最近不是這個新的病毒很流行 對不對 已經攻擊了46個國家 可是台灣的阿公阿嬤 他不會英文 所以他都不知道怎麼唸 對不對 所以有一個阿公阿嬤在炒菜 阿公看到新聞對不對 問阿嬤 那個新的病毒怎麼唸啊 阿嬤在忙對不對 我沒空 我沒空 阿公就學會了 我沒空 受教受教 因為這個新聞 新的病毒 台灣人可以用台式英文跟他講說 我沒空 一個冷笑話 好 再來 再看一下 主要是這個RCEP 對明年的行業 會有多大的加分效果呢 說這個區域全面的經濟夥伴關係的協定 就是說 什麼是RCEP 我們先把它搞清楚 就是說 東協的10個國家 再加上中日韓澳洲跟紐西蘭 合成一個15個國家的經濟體聯盟 把它視為一個聯盟 大家講好了 一起增加做生意的機會 這樣解釋就很清楚了 那對整個行業有何幫助呢 我把它拉上來說 整個中日韓等15個成員國呢 會立即降至零關稅 或者說 10年內降至零關稅 它對什麼 我與國之間的通商 很大的利益的效果 那可惜了台灣不是RCEP的成員國 那怎麼辦呢 可是台灣對RCEP的經濟體的出口 總額呢 也有70個percent 也會出口 能夠達到是免關稅的 也可以喔 對對對 所以對台灣也是一個加分的效果 那因為關稅降低的 或零關稅 反而對海運的需求會增加 是的 好是RCEP這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明年Q1的很重要的訊號 另外呢 最近的BCI波爾的低害指數呢 是不是大幅度崩跌 崩跌後最近在前低的附近 有開始做打底了 我們去細舊這一波下跌的原因是什麼 是人為因素耶 這不是一個自然的趨勢的景氣循環的下跌 這個不是自然因素的說 它不是一個趨勢循環 而是人為因素比較多 造成的影響的說法 對 什麼原因呢 主要是因為中國的 中國的PPI年陣率太高了 太高之後呢 變成中國的官方 他必須去出手去打壓 打壓誰 打壓的貨運的海運的大眾嘛 煤礦啦鐵礦砂等等 打壓後它的價格下跌 造成這個BCI指數 持續的往下跌 可是目前需求人在啊 打壓到一定程度之後呢 目前BCI指數有這個 在前低附近有沒有 畫一個景線 這是個5月到10月的景線 還蠻明顯的 所以也有機會可玩來做反彈 哇 打了三層耶 我現在有機會反彈 所以就以上的綜合分析呢 我們認為是很有機會的 很有機會的 後輩跟閃關 回家福利 對 然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技術面你要如何去看待 我上一集有跟各位講說 長榮萬海 長榮跟陽明 就等它一根啦 對 比較接近投投高 也就是說 所有的股票要進入多投的同時 你可以用投投高 高底底高的形態 口訣 還說檢視 它有沒有符合多投 目前看起來符合投投高 底底高 多投形態的有 長榮 陽明跟正德 那 待會跟各位講 萬海需要過193還蠻遠的 好 星星只差一點點 那我們用圖片來看一下 好不好 再看我就懂 對 投投高 對 我上一次來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有沒有 就說它的低點是比前低低 比前低高 對 底底高出來對不對 對 底底高出來 多投形態完成1% 還缺什麼 缺頭頭高 就說這個位置來看的話 它必須過這個高點 它一旦過之後有沒有 底部墊高 頭部也突破對不對 頭頭高比底高 成立了 好 那這個成立之後呢 你可以試 買這個過之後 可以做 短多可以進場 進場後 以這邊的低點為防守點 好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剛好有一個經差對不對 月際線經差 大概在117左右 有一個設為一個 假設你買這個位置的話 那這個可以設為防守點 這是一個技術 之前的一個就環境 叫它買點 你既然是買這邊 那這邊前一個買點 就設出產點 對對對 因為它是要把這個保險桿做好 對不對 另外呢 MACD有沒有 它只要雙線沒有翻到零軸之下 柱狀體沒有翻綠色 那也是OK的 所以說這個趨勢看起來 目前看起來是 長榮市最強的 長榮市最強的 好我們看下一個 來看一下楊明 好楊明有沒有 底部低點 沒有跌過前低 底底高成立了 上次來的時候 在這個位置 底部越低越高 底底高 他還沒有過頭部 過了一樣 上個禮拜五 跟長榮一樣一起過 底底是不是高了 對 頭頭是不是高了 底底高 是多頭的確認型態 訊號 所以楊明目前看起來 是第二名 OK 我們一樣 假設你在買這個位置 防守點怎麼設 任何股票任何價位 進場都有風險對不對 我會設這個 月季線黃金 叫他的位置 大概110塊左右 好 那第三檔 是目前看起來 我在行業裡面看起來 第三檔 有機會什麼 底部墊高 這個低點沒有跌過前低 就技術線型 底部很漂亮 對 底部墊高了 高點也突破對不對 它也符合 頭頭高低底高 它是一個底部成立的訊號 一樣 假設這邊做買進 停順點放 設這個位置 那基本面什麼 正的基本面什麼 對 以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說 整個它有次之17億 去訂購新傳 新傳說 在下一季 或者是下個兩季的部分 對營收會有蠻正面的貢獻 這個趨勢有負協率 走平之後 稍微轉成正協率了 所以這是去觀察一張股票的方法 再看一下信息 信息目前看起來沒有 來喔 這個什麼 低點沒有跌過前低 OK沒有問題 底部墊高 可是高點沒有過啊 所以我會等它怎麼樣 等它確認這個高點突破 30.8 30.8突破 30.8突破 就符合什麼 符合頭高底底高的確認訊號 好 這是閃磚的那個 要確認 確認頭部成 應該確認頭部成 突破新高 那如果是貨櫃三雄呢 我們看下一個 OK 那整個形態裡面呢 最弱勢的是誰 反而是萬海 以前大哥 對 所以這個 我不但大哥很久了啦 對這個誤換心儀 時空都會轉變的 好 這個低點沒有跌過前低 OK 可是高點還沒有突破 所以這個數字在哪裡 193 就形態說 它整個空頭的趨勢 要扭轉成走平 再往上的話 它必須 就我而言 我必須看到193 能夠摸到 至少能夠突破 才能夠確認這個低點 是可信的 所以這是 TOTAL高 地底高的技術型態 好 193要突破 老師這支持武當谷看 請者要先請王 選長榮 我們把長榮的K線 把導播給我長榮的K線 它在技術型態裡面 是最強 把它縮小 再把它縮小 有沒有 好 它不只先突破這個高點 對不對 它連這個高點也突破了 好 這是一個目前比陽明 比萬海強的地方 然後大物持股都增加了 對 也要增加 然後呢 我們之前 我跟各位講過 本土投股 玉山對它的 這個 評估的目標價是 這個預估價的是 合理價是150 可是元大是講200塊錢 所以目前這個墊高之後 所以我認為 是有機會 這個大物持股 對 這一點沒有做突破的情況之下 好 大股東有沒有 在你比較害怕的時候 悄悄的籌碼增加了 所以我認為 就基本面 就現行型態 就籌碼面 目前都是蠻加分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陽明 有沒有大物持股 看有沒有增加 常常陽明萬海 一起看 也有耶 陽明也是有 大物增加 萬海 再看2615的萬海 萬海沒有嗎 你看 這是不是的 這是大物持股嗎 這是大物持股 大物持股沒增加 萬海不行了 對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這落袍了 大物落袍了 似乎大物也在看這個型態 對對對 你也在看 今天老師的型態 他會等這個型態變好的時候 他才會把錢投進去 好 老師你就選 就是長龍 對我選2603的長龍 那你有沒有選 還是不靠 用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在 國立社有跟大家講過 其實大家發現 現在塞港缺貴的問題 其實還是嚴重 大家都在那個港口排排隊 排排隊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 就有跟大家講過 船越多你越有機會向上 因為 所以長龍新船最多 他的船是最多的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長龍會比較好 老師我們前段來說一下 你想要哪一檔 好老師 萬海 蛤 萬海 為什麼 可是大戶都落袍咧 你去當大戶是不是 如果剛剛所說的這個 東協10加5 在明年1月要上路的話 亞洲線應該會比美洲線 亞洲線 那亞洲線其實比較高 應該是往前 好 那大家各有各的想法 還不錯 謝謝姜姜老師跟我們講的 底底高 頭頭高 有沒有說的頭頭四道 你有沒有學到東西 疫情2.0的行情 你到底有沒有賺到錢 還有集團賺商股 我們節目很精彩 怎樣 每週一到晚間8點上線 135是解盤 244是教學 一定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支 上片的通知喔 那最後也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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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怎麼這樣 欸欸欸欸 7月半已經過了 讓你不要嚇我喔 你有沒有感覺到 台股硬硬的 你有沒有感覺到 嘖嘖 台股硬硬的 他沒有輸 他最後沒有輸 他是大跑的 他落跑 他輸了 他沒有輸了 他沒有輸了 大哥死掉了 大哥沒有輸 沒有 他沒有輸 他沒有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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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輸了 這有這麼吵嗎 好多 你跟人家玩間8點 在那邊要同學 你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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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最後才講一句話 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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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